第473章 乾坤古镇 灵动的心神再度沉入身体之中 而那悬浮在丹田上方的古老镇法 也再度出现在了他的注视下 古老的镇法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若是仔细查看的话便是会发现 这镇法之中的那无数条光线 仿佛是在时刻的蠕动变化着 这也是令得那镇法并没有固定的形态 似乎每一刹那它的外形都是截然不同 灵动仔细地观测着这古老的镇法 眼中也是有着浓浓的精硬之色闪动着 这种复杂的镇法 简直就是达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 它实在是有些难以想象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着 如此诡异的镇法存在着 这种镇法常人就算是再有天赋 模拟无数次都无法创造出第二个类似的镇法 小雕的声音越是在灵动心中响起 想来也是在关注着这神奇的镇法 以前这镇法储存于运神婆团之中 而那运神婆团则是遮掩了这镇法的绝大部分功能 我倒是怀疑是不是当初创建这镇法的人故意为之 这样即便别人得到了运神婆团 也仅仅只能做到两种力量的融合 听得小雕的声音 林栋也是微微点了点头 如果此次不是正巧运神婆团被师宣打爆 而且其中的镇法 又正巧地融进他的身体 恐怕就连他和小雕都是无法发现这古老镇法的强大之处 接下来该怎么做 林栋问道 他对于如何镇压这古老镇法实在是一窍不通 这种事情也只能请教小雕 大凡镇法不管有多么的复杂 殊途同归 总归是有着中枢之处 只要将其中枢镇压 自然便是能够镇压整个镇法 小雕的声音徐徐传来 中枢 文言临动眉头微皱 先神注视着那古老的镇法 那种复杂繁琐的程度让得他隐隐的有些头痛 想要从如此复杂的镇法中找出中枢点 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所谓中枢便是镇法能量汇聚之点 以这镇法的复杂程度 若是他静止不动的话 就算是我也无法将其找出来 不过眼下他正在吸取你的原理 你能够以此为限 找出中枢之点 听得此话 林栋眼睛也是微微一亮 玄机重重的点了眼头 心神一动 便是有着一股股原力 飞快的自丹田中涌出 最后灌注进入了古老镇法之内 而对于这些送上门来的原理 这古老镇法倒是来者不拒 直接将他们尽数吸纳 而林栋的心神则是缓慢地感应着 这些原理的流动方向 这是一件相当费神的事情 这古老镇法的复杂程度 就连小雕都是为之杂舌 因此即便是林栋跟随着原理的运转 但也是在不断地失败着 这倒是让得他颇为的恼火 不过恼火归恼火 这种事情急也急不来 所以林栋也只能收敛着心情 一遍又一遍地感应着原理的流动 最后清神悄悄地沉入 那复杂到了极点的阵法之中 这种探索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反正即便是以林栋的精神力 都是在这种探索下消耗得十分厉害 想来若是换作其他人来的话 恐怕早便是把自己给陷了进去 林栋的体内寂静无声 许久之后 突然那古老的阵法之中 发出了一道极为细微的蒙鸣之声 就在这道声音响起的刹那 林栋的心神也是猛然清醒过来 旋即一股狂喜之色 自心底涌了出来 他的视线死死地锁定着 那古老光阵的某一处 在那里 他终于感应到了能量的汇聚之点 一直关注着这里的小雕件状 也是松了一口气 看来林栋找到中枢点了 虽然消耗的时间不短 不过也还算不错了 接下来我倒是要看看 你能翻出什么浪来 林栋镇压着狂喜 望着那古老的阵法 心头一笑 旋即心神一动 一枚宛如黑洞一般 不断蠕动的符文 便是出现在了那阵法扇空 一波波的吞噬之力 散发而开 正是吞噬祖符 而在吞噬祖符出现的时候 那下方的古老阵法 仿佛也是觉察到了什么 足以威胁到他的危险一弯 弥漫的光芒 竟是变得强烈了许多 这阵法的变故 也是令得林栋有些惊讶 旋即忍不住的出声惊叹 一个阵法而已 竟然便是能够拥有着这般 类似生灵般的感知 心中略作惊叹 林栋也是宁定西神 旋即那吞噬祖符 便是在他的操控之下 化为一道黑芒 夹杂着他的心神 直接冲进了那古老的阵法之中 伴随着吞噬祖符的蛮横冲进 这古老阵法顿时爆发出 奇异的嗡名之声 而后竟是爆发出 一股强大的犀利 在这种犀利下 林栋的心神 都是被强行的扯进了阵法之内 在被吸扯的刹那 林栋精神 也是出现了一阵恍惚 不过很快便是回过神来 然后他便是感觉到 眼前光亮大作 环顾四周 却是震惊的发现 他正处于一片不知名的地方 在他的周围交错着 无数条光线 一片光芒 在其脚下蔓延而开 隐隐间勾勒出一道道 宛如天地脉络一般的纹络 这是那阵法之中 林栋有些震惊地望着这一幕 他竟然是被吸入了阵法中 在林栋的上方 吞噬祖符静静地悬浮着 一股股吞噬之力散发而开 将林栋护于其中 林栋目光望向前方 在那里有着一个圆形的弓团 一股古老与灰色的味道 自其中若隐若现地传出 隐隐间在那弓团表面 似乎有着古老的字体出现 乾坤古镇 林栋微眯着眼睛 辨认着那些古老的字体 最后喃喃自语 这便是那阵法的名字吗 口气到不小 竟敢以乾坤为名 林栋 你如今所在的地方 便是阵法的中枢之点 只要你将那光团阵压 便是能够操控阵法 小雕的声音 也是从古阵之外传来 林栋点了点头 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深吐了一口气 玄机眼神凝重起来 手掌一挥 那吞噬祖父便是暴力而出 最后化为一片黑洞 悬浮在了那光团之上 一波波强大的吞噬之力 立刻的席卷而开 而似是觉察到了吞噬祖父的意图 那光团竟然也是震动起来 一道道光柱冲起 竟是将吞噬祖父的吞噬之力 给反震回去 好强的阵法 见到这一幕 林栋眼瞳也是微微一缩 虽说以他现在的实力 还无法彻底的催动吞噬祖父 但这阵法毕竟也是无人操控 可却依然是能够 经吞噬祖父的力量抵御着 这古阵倒也是真不简单 不过不管你有多强 毕竟是无主之物 而且这是我的体内 可还容不得你撒野 林栋眼神一立 他必须将这阵法镇压 不然的话体内的原力 会被这东西不断的吸收而去 只不定哪天阵法强大起来 反客为主 让得他深受其害 吞噬祖父在林栋的催洞下 所形成的黑洞 也是越发扩大 那种磅礴的吞噬之力 不断地对着光团之内 侵蚀而去 而面对着吞噬祖父的侵蚀 那光团也是接力地抵御着 这倒是大大的减缓了 吞噬祖父的侵蚀的速度 见到这般僵持 林栋一声冷哼 心神一动 一道白芒 突然自体内的一处暴略而来 最后直接冲入 乾坤古镇之中 化为一枚石符 出现在了林栋的面前 去 神秘石符一来到 便是在林栋的驱使下 出现在了光团的下方 而后温和的白光散发而开 最后竟是与那吞噬祖父的吞噬之力 形成了一个黑一白相间的奇异光目 而最让的林栋感到惊异的是 那号称吞噬万物般的吞噬之力 在和石符的白光接触时 竟是没有变得很是柔和起来 而在这种光目下 那原本接力反抗的光团 也是终于出现了疲态 显然面对着这两大神物 即便是这乾坤古镇 也是不得不服软 黑白光目笼罩着光团 一上一下 两大神物将这乾坤古镇 镇压得动弹不得丝毫 光团的震动 终于是在此刻寂静下来 灵动健壮 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笑容 他知道 借助着吞噬祖福 以及神秘石符之力 他算是成功的 将这来历不明的乾坤古镇 彻底的镇压 从此以后 这镇法也将会受到他的掌控 虽说此次失去了运神扑团 但灵动确实得到了一个 功能更为强大 以及神秘的乾坤古镇 这倒真是赛翁失马 焉之非福 密钥空间中 灵动紧闭的双眼缓缓睁开 旋即嘴角 掀起一抹冰冷糊涂 喃喃自语 世轩 这一次倒是真要感谢你了 感谢你了